大姐这个是卖的什么 鲍鱼煎饼 没见过 我们来看一下 鲍鱼啊 这个就是 台鲍鱼是吧 怎么卖的这个 有奇块的有八块的 有奇块的有八块的 先去头 这个算淋漪特色了 淋漪特色 淋漪特色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鲍鱼煎饼 是怎么做的 要把大刺全去的 鲍鱼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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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啊 就大吉岛鱼次 在淋漪是有群众基础的 它是应该是最后弄成那个鱼炸 看一下 后面是鱼炸 然后把这个刺全部清理掉 开始把鱼弄碎 这是最后把它抗干是吧 对 看到一种铁板把它煎的焦香 空气里泥满了大海的味道 把鱼煎饼你们吃过吗 老味 盐 两个牛肉 对 这个牛肉就要拿一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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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你可以吃啊 你能吃快两个一扬 香菜碎 葱碎 洋葱碎 在大灵溢啊 煎饼是可以卷一切的 这跟西岸一样 万物皆可泡沫 这是一座吃煎饼的城市 加甜面酱 香菜碎 葱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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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夜市 它这个叫林夷河东夜市 属于非常热闹的 因为是刚才下过大雨 来看看这些人气 品种是真的多 真心希望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这种夜市 现在城里的 烟火气息 城市的人情味 越来越少了 很多城市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看这个人气 走我们去搞一个霸鱼煎饼餐的 喜欢这种 给我搞一个七块的大姐 不应该喊大姐应该喊美女 这锅还有一份 漂亮 好 我直接吃 来 我们来尝一下 哇 香得很啊 香得很 它这个煎饼还是挺软的 我就喜欢吃这种稍微软一点 这种包包硬的那个吃不了 饶不动 饶得很脆硬啊 它这个如果不是本地人 就是这个筛帮子 真的很难咬动 它这个要咬鸡非常夸杂 真的铺心 它这个鱼还挺多的啊 反正怎么想来啊 你能吃得挂煎饼 就能吃得挂这个 就能喜欢上这个 如果你吃不惯煎饼 吃得很肥腥 吃得多的 很表面 那么好 你很惯煮 很大 吃得多的 好 小鱼 吃得多的 一坏 多的